停办三年的桃园市市长辈龙舟竞赛将在6月22号到24号展开为期三天的赛程 为了争取好的成绩龙潭大池已经有许多的队伍展开集训 要来争取好表现 2023桃园市市长辈龙舟锦标赛即将在6月22号到24号在龙潭大池展开 因为疫情停办三年重启赛事 各界都跃跃欲试要来争取好成绩 因此大池来了许多队伍展开密集的训练 来自观音的草踏国州 今天包了两部游览车 载着学生到大池练习 由于路程遥远最多只能来两趟 格外珍惜练习的时间 平常在学校就是练基本的体能啊 跑操场啊 然后练一些讲的动作啊 在陆地上能做的我们都做了 然后来这边实际去那个 对 做演练这样子 对 那我们今天是第一次演练 所以同学他们今天都是第一次碰水 然后比较生疏 对 然后让他们感受一下 然后今天感受完之后 回去又再去做调整 对 调整完之后 下一次来练习应该 就会状况比较好一点 学生尝试滑龙舟初体验 发现真的不简单 不但考验体力 也考验团队合作的默契 对 没错 我觉得这个节奏 大家同时一起就会非常快 可是如果是一盘散沙 各自做的话 那就会非常的慢 就是觉得手下去的时候 然后左手就是滑的那只手会很紧绷 然后腰这边 私底腰这边也会很酸 过去学生组报名的队伍较少 因此国中都与高中组合并 不过今年国中组独立出来 得名机会虽大为提升 但年年获奖的石门国中划船队 可是强劲的对手 觉得冠军有问题 应该是 应该是没问题 今年的报名已经结始 共有113队组队参加 比赛从初赛到决赛 最后速度最快的队伍可争夺龙王宝座 争取高额奖金 赛事精彩可期 今年的端午可千万别错过 好 好